好,欢迎回来 在上一节的经讲班 我们关于第一大章第二节 第一幕第二条 模板支架拱架的实际制作安装 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进行的介绍 这部分的考点很多啊 咱们还没讲完 再来到教材上的双坡9 我们说这个充气胶囊啊 它去做空心构建的心模的时候 安装要符合下列的规定 这个心模呢 同学们能够明白啊 也就是说一充个气 这个胶囊就鼓起来了 然后这个混凝土浇在上面 一旦带到了拆模条件啊 达到了拆模条件 我们这部分呢 罚门一开 气一撒 胶囊就扁了 这个胶囊表面光滑 就与我们的混凝土构建 自动脱落 然后就把它蹬出来 它的空心构建的造型 就已经留好了 对我们同学们知道 充个气它鼓起来 充当一个心模 混凝土浇上去 达到了拆模条件里以后呢 罚门一开 气一撒呢 它扁了以后呢 再给它蹬出来 里面就是空缺的了 安装符合下列的规定 半括一 胶囊在使用前 应该检查确认 当然要不露气 换言之 如果它慢撒气 慢慢的撒气 胶囊就慢慢的变形 那混凝土刚浇上去呢 强度还没有上来 而你的胶囊 也就是里面的心模 已经变形了 就很容易造成 混凝土构建的破坏 它的表面会塌陷 甚至于开裂 第二个 从胶座混凝土到胶囊放弃纸 那保证气压稳定 一个道理啊 如果气压不稳 也会造成我们 混凝土机构的表面开裂 好 接下来半括三 使用胶囊的内模式 应该采用定位固定 与模板相连接 相固定 换言之呢 就是怕混凝土胶住时 由于压力的作用 造成胶囊的移位 所以用定位固定 给它固住 这样的话固定的位置 防止了上幅和便宜 接下来 胶囊放弃的时间 一样的道理 又能凭经验吗 不行 还是得凭实验确定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 确定的依据是什么呢 是以混凝土强度 达到保持构建 不变形维度 换言之 这个胶囊放气 就是相当于心膜拆膜 对吧 我刚才说 这个气一放了 一撒了 胶囊就瘪了 瘪了以后 就相当于这个膜 把它拆下来 那么它要拆下来 必须要保证 混凝土构建 不被破坏 构建不变形 这就是相应的 放弃的依据 当然这部分的考点 主要是选择体的考点位置 我们拿18年的真题 体会一下 采用冲击胶囊 做空间构建新闻的事 带来做法正确的事 我们来看A选项 胶囊使用前 应该经过检查 确认不露气 这不就是胶材原文吗 B 胶住混凝土到胶囊放气质 应该保持气压稳定 没有错 C选项就有问题 使用胶囊内摩石 不应该固定其位置吗 当然要固定 应该固定 要用定位固 与模板连接固定 防止它上浮于偏移 没错吧 所以C就错了 第一选项 胶囊放弃的时间 对应该经过10点决定 一胶囊放弃的时间 要以混凝土的强度 要达到构建不变形 混凝土不开裂 不被破坏为度 当然是对的 因此我们选的是ABDE 答应该叫ABDE 好 再来双挂石 回到教堂上 胶住混凝土和气质前 应该对于模板 支架 拱架 进行检查和验搜 合格以后 方可施工 同学们一定要理解 在我们之前的进讲班 讲过我们支架体系 搭设过程当中 有两次压 第一次预压 实际上是检验地基的存在力 那是支架基础的预压 然后当我们预压 合格形成文件 就可以开始搭架子了 然后搭完架子 要求同学明白 是有支架的预压吧 没问题 利用我们的支架预压 它的贺载验算时 我们对它的标准 按规范讲过了 也就是我们支架上面 模板的重量 混凝土结构 四重 混凝土结构的这个痕在 包括我们施工贺载 这些上部贺载的1.1倍 对于我们的支架进行预压 那么我们是不是支架的预压 就是检查和验收呢 是不是就是支架骨架的 检查验收呢 不是一码事 因为我们支架的预压 我们讲过它的作用 首先通过预压 检验支架极其的安全性 第二个能够看到的变形 为预拱度的设置提供依据 同时通过预压能够消除非弹性变形 支架瓶装的非弹性变形 能够通过预压来消除 但它不能代表支架和拱架的检查和验收 这是两码事 希望同学们能够明白 因此既要对支架进行预压 又要对于支架和骨架进行检查和验收 当然这里还包含一个模板 那么这部分的一个考点 当然考案例 在案例背景这里 如果你没有检查和验收 或者你只进行的预压 都是不对的 检查和验收预压都得有 合格以后放课施工呢 同学们听过管理的课呢 今天有这样的印象 任何一道工学 你施工完成了以后 必须检查合格以后 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学的施工 所以这是个典型案例 改错题的考点 也就是说 你们支架一旦搭完了以后 马上就开始骑混凝土 浇混凝土和骑住吗 不对 这一定是检查验收合格了以后 才能后续混凝土的浇做 没错吧 所以我们这部分呢 你看 现场我们采集一些现场的图片 这就是模板检查 你的模板呢 相应平足度的检查 而包括呢 你的版面清理 还有涂刷脱模剂 以利拆模 是不是 这都要在浇混凝土之前做吧 好 接下来我们给同学们呢 举一举现场的例子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看到 模板满堂架搭设过程当中 继续的检查 搭设完成了以后 完善验收合准表格 你看 现在我们的测距 属于检查当中的一种 一步 那么我们来看看 高大模板工程 混凝土浇注的合准表 下面的名称 施工的单位 然后自模的情况 它的部位在哪 高度是什么 跨度是多大 它的高度 15.15米 在我们的这一个 预期的工程项目当中 它的跨度是10米 最大的总和载 每平米多少千牛 最大的线和载 每米多少千牛 相应之后呢 往后 高之模的这部分的 方案的情况 编制人是谁 审核人是谁 专家是否论证 他这里论证了 把它作为 超微大的工程项目去做 但实际上呢 从它的这个跨度来讲 感觉我们同学说 我们有一定基础的 超微大工程项目啊 在我们教堂上也有啊 跨度不是没到18米吗 但是它的高度15.15米 它是超过了8米 高度超过了8米 跨度不够18米 要论证吗 满足条件之一 就得论证 所以它的高度高啊 也容易倒嘛 所以应该专家论证 这没问题啊 啊 批准人 然后呢 周转的这个料具材质 材料是钢管 扣件 告诉我们 本土交注的安排 那么这个支架验收的情况 你看下部的这个验收指向啊 那这部分呢 要看看 基础与电板 有没有扫地杆 那么立杆的间距 你看我们现在测呢 就是测立杆的间距 包括布局 以及我们说 挑几个叙数了 比如说立杆顶部的自由高度 可调顶托 外伸长度 这都是规范 有明确要求的 包括水平剪刀车 数项剪刀车 立杆的接上方式 哎没错 应该是对接啊 有没有水平安全网 哎 这就是检查验收的情况 而预压 是否合格 是看你的变形 是看你的沉降量 对吧 而你支架检查验收呢 是要看你立杆的间距啊 基础底板 有没有扫地杆 还有我们的对接的方式啊 只看这些 是不是 还有没有设置的安全网啊 所以很明显 他这个部分检查验收 和我们预压的目的作用都不一样 完全是两码事 那就说明在交合能力之前 你都得做好 是吧 都得做 都做了 都合格了 才能交合能力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明白 好案例的点 也就是说交合能力之前 支架检查验收要合格 支架预压合格 然后才能交合能力 阿加拉汉子三 模板支架和拱架的拆除 双括一 模板支架和拱架拆除 要符合下这个规定 半括一 非沉重侧模 因为它不沉重嘛 所以它的拆模条件呢 就是以外观资量为准 也就是教材压所说 混凝土的强度能够保证 结果棱角不损坏 就可以拆侧模 因为反正它不沉重嘛 所以拆的时候 只要保证不缺能吊脚 就能拆了 我们常讲这个话 但是我们工程人干活呢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量化标准 你给我一个数字呢 才方便去执行是吧 量化标准呢 才科学严谨吧 所以我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拆 不缺能吊脚呢 尤其是桥梁专业的同学都明白 工地上都这么干 混凝土强度 2.5兆派以上 才侧模 数字记住 能考案例 能考单元题 同学们能够理解 这就可以了 然后往下 半括二 正好本节课 我们刚刚讲 用胶囊做的这个心模 没问题吧 还有呢 预留孔道的内模 它俩都要求 在混凝土的扛压强度 能够保证机构表面 不发生塌陷和裂缝的时候 方可拔出 实际上我们刚刚在胶囊那一段 我也是这么讲的 对不对 什么时候气儿撒掉 什么时候把内模拆掉 一定要等混凝土的扛压强度够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它表面不塌不裂 才能拆 就这么个道理 好 我们同学们可以看到 那么刚刚胶囊呢 就起到这个心模 刚刚有一段去讲 同学们应该已经了解了 不陌生 而且我们换一个图来看 这个胶囊的心模 现在这幅图片 混凝土已经浇完了 而且我们各位考试目测 各位学生你看都能看出来 混凝土刚浇完不久 看上去强度还不大 所以胶囊还古的 现在还没达到 去把它扒出来的时间 在发门还不能打开 还不能撒枪呢 否则是强度不够 表面就会塌陷 就有裂缝 一旦等到强度增长 足够大 我们才把这个心模 给它拽出来 这样的话 表面不塌不裂就可以 同时和它一个条件的呢 还有这个内模 同学们看清楚这个图片 也就是说 外侧的是外模 那里面的呢 就是内模 内模你要把它拆掉 同样的一个条件 抗压强度要够大 你看我右边这个图 是不是内模就已经拆掉了 是吧 内模已经拆掉了 你看它强度足够大了 它不塌不裂 就可以拆出内模 半括三 钢筋混凝土机构的 纯重模板 实际上 那就是我们常见的 常说的底模 既然它要兜着底 那它的拆模时间就晚 它要在混凝土的强度 能够承受其 一个是四重贺载 还有其他可能的 叠加贺载 两个因素全部满足 全部考虑好了以后 方可拆出底模 这段话 常常能成为案例 问答题的答案 我就问你底模 啥时候拆 能够承受自动贺载 和其他可能的 叠加贺载载 承受模板支架 才能拆 过早拆除的话 强度太小 不具有抵御外力的能力 混凝土机构 还是会开裂 下来双括三 模板支架 拱架拆除 应该遵循着 先知后拆 后知先拆的原则 这个同学们不陌生 而换言 这就是我们很多 考过建筑的学员 过了 再来考试证真相 你会发现 混凝土机构 对很多原理相通 先知的后拆 后知的先拆 这部分都在建筑专业上 都讲过是吧 你想啊 我们先知的呢 是下部的沉重车模板 后知的呢 是上部的非沉重车模板 那当然要把上部的 这个非沉重车的 后知的模板 先拆掉 这样起到了一个 卸贺的对 下部的 沉重车的 也就是先知这份模板的 后拆 这样才稳定安全 这个顺序当然不能反 因为一旦反掉了以后 你如果把下部的 沉重车的 编织的模板 先拆掉的话 那上部非沉重的模板 不就垮下来了 所以你肯定不能反 这么一讲 同学们就理解 然后这个简直量 连续量结构的模板 注意考顺序 能够考选择 也能考案例的改错 这部分的拆除顺序 是跨中 向支座方向拆 也就是说 从中间 向两边拆 才是对的 不能反 同样 悬臂量结构的模板 是从悬臂端开始拆 换而言之 是从前往后拆 讲得再明白一点 悬臂端 是自由端 从这个自由端 从这个前端 往后拆 后拆也就是悬臂的根部 对不对 所以先拆前面的自由端 然后再往后 拆到连接处的根部 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都常常去解释 整个模板支撑架 拆除的过程呢 实际上 就是你新胶柱构建 开始依靠自身强度 逐渐承受 喝载的过程 那么我们说 不同的拆除的顺序 会导致我们 混凝土构建 从不同的受力过程 往最终的受力状态 去转变 所以我们说 合理的拆架顺序 对于确保 新胶柱混凝土构建的 受力模型的渐变 是极为重要的 那么当我们混凝土构建 跨度较大时 拆模的顺序 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常考案例 考改错题 要求按教材的原文的 这个顺序去做 因为这就是规范的规定 那么我们泄入 模板支架的时候呢 总的原则要求 就是由变形最大处 由变形最大处 这样变形最小处 或者是 无变形处过度 你把握这个原则 同学们这部分的印象就深了 原来我们拆模 拆支架这样的顺序 是由变形最大的地方 向变形最小 或者是没有变形的地方过度 然后秉持的原则是 对称 扫量 多次 逐渐完成 这样你使得 其购物逐步的承受贺载 它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避免 机构在泄落模板 支架的过程当中 发生开裂等质量失故 那你对称呢 少量多次 逐渐完成 还能保证我们整个拆除过程的 稳定安全 那么既然带了这个原则 同学们就好理解 你这么做吗 既然是减质量连续量 它当然是跨中的挠度最大 变形最大 所以我从变形大的地方开始拆 然后枝座处它有约束嘛 它变形就小 所以我要往枝座变形小的地方拆 同样 悬臂结构 当然是悬臂端 它的变形大了 所以我从变形大的地方 然后往根部 根部就变形小的地方去拆 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硬力才是收敛的 收敛状态 它的一个渐变过程 才是稳定安全的 所以同学们 这么一解释 就应该了解 为什么按这个顺序去拆除 是吧 好 你看我们看现场的图片 比如说我们的桥梁蹲住 你模板拆除的时候 你看我们现场 是不是把上面的模板先拆掉 而上面的模板是后支的 那当然是先拆 而下面先支的模板 反而是后拆 这样就是从上往下拆 包括我们说是水池壁的模板 那也是上面的拆掉了 然后再拆下面的模板 都是我们先支的后拆 后支的先拆 对吧 从上往下拆 而且呢 我们说 这部分呢 泄露模板和支架 我们通这样的一个支架拆除方式图 看得更明显 你看原来我们这个 是满堂子这样子 然后先拆哪 变形最大的地 划中 先拆掉了吧 然后呢 往两侧 往支座方向拆 没错吧 往支座方向拆 那么往变形小的地去拆 划中 向支座出啊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图实际上画得非常好 就在这个拆除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说少量多次吗 在我的第二步和第三步 你这里看出来 从整体顺序上来说 它还是由上往下拆 符合我们这个模板和支架拆除顺序吧 你看 把上面这部分先拆掉 然后到第三步才把下面的拆光 上部拆掉些后 下部拆除才是稳定安全的吗 就那么高 而且我双考思 运力混凝土机构 它就有要求了 所以这部分是长考点 选择案例都能考 我们混凝土机构 在混凝土运力施工过程当中 它的侧模一定要拆得早 换言之 侧模应该在运力张拉前拆 而底模呢 一定要在机构建立运力以后拆 没记错的话 这句话在建筑专业的教材上也有 看好了 运力混凝土机构 侧模是哪 看这个图 我圈出来的就是侧模 它要提前拆 在张拉前就拆掉 解除约束 底模是哪一个 这是底下的吗 我圈出来这个底模 那你兜着点 一定要时间长 拆得晚 在张拉完毕以后 才能拆这个底模 所以这个侧模要提前拆 侧前 而这部分的底模呢 张拉后拆这个底后 那么这部分我们也一起看看来图 你看 这部分我们说底模和侧模板 清理 那你混凝土交完了 交完了以后达到材模条件以后呢 一定要在张拉前 把这个侧模拆掉 张拉以后再把底模拆掉 对这个脱模的顺序 要求同学们能够理解 解释一下 我们的运力混凝土量的侧模 要在张拉前拆 是有利于预压硬力的建立 同时呢 还可以观察张拉前 量面有没有裂缝的现象 因为你把侧模给它拆掉 我们可以看到量侧了 你就能看到有没有裂缝是吧 同时我们要求提前拆掉侧模 就是为了消除侧模 对于混凝土的约束 使得我们这个运力经张拉以后呢 混凝土受力能够自由变形 另外我们这个混凝土压缩变形的时候 如果它受到于侧模的这个摩他力的话 也会造成运力的损失 它会抵消部分运力 是吧 好 这是我们侧模的解释 那么我们这个底膜一定要在张拉以后 才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都知道张拉有一个规则 是运力结构要严格保证 不在混凝土产生自重挠度 和没有混凝土自重成立钢筋的情况下 来进行运力张拉 必须要严禁在 混凝土产生自重挠度的时候张拉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在混凝土产生自重挠度时张拉 就会造成很大的运力张拉损失 或者是没有张拉混凝土就已经产生裂缝了 导致了机构产生严重不安全的隐患 那么如果你把底膜提前拆掉 混凝土机构构建 不就会产生自重挠度了吗 就会产生挠度 那么产生了挠度 就会造成运力的准时 混凝土机构的开裂 因为你提前把底膜拆掉了 你没有沉重机构了 没有沉重机构 混凝土就会往下变形 就产生自重挠度了 是吧 所以同学们你要理解 怪不得不能提前拆 因为产生自重挠度的时候 我们不能进行张拉 所以只能把底膜留的兜底 以方便我们用一个张拉手 好 这一步我们再来看一看 实际上我们是把底膜 侧膜安装好了以后 先是料斗和云土进行胶座 胶座完成成型了以后 达到了拆膜条件 不全能够看到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左边的这个图 侧膜还在呢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两板和两板 既然是两场面预制好的 那么一片片的凉 吊上桥之后 中间是要连接的 对吧 中缝 横缝 我们都要进行连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既然要进行连接 那么后交的云林图 与我们前面 已交出云林图 两板的旧云林图 相接面就是一个施工缝 那么这部分的施工缝 当然就要着毛嘛 为什么呢 你看特写图 无论是端面和侧面 都要着毛 是吧 而且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图 侧膜已经拆掉了 你看 底膜还在呢 没问题吧 侧膜先拆了 底膜还没拆 而且我们能看到侧膜拆完了以后 现在还没开始张拉呢 所以怪不得呢 侧膜应该提前拆 然后再张拉吧 有问题啊 然后你看 底膜是不是还在啊 那么是不是侧膜已经拆掉了 那张拉前侧膜拆除 但是底膜要张拉以后拆 是吧 所以我们在张拉过程当中 我们千斤顶就位 而且张拉端呢 要交错布置 是吧 我们有固定端 也有张拉端 在梁的两侧均匀布置 现在在张拉的过程当中 底膜可是一直在的 避免产生自重劳动嘛 底膜一直在是吧 好我们看18年一件 广东海南不考卷这段案例题 某市区新建道路上跨 一条运出繁忙的运营铁路 甚至一处分离式立胶 左右幅孔跨 物质均为两跨一连 运力昏离土单向双十香梁 香梁采用满唐之江现胶的方法 没错呀 看来不是改错题 当年是个问答题 现胶运力香梁施工时 侧膜和底膜 合时拆除 啥指不拆 那不是个问答题了 有的同学马上就想起 我知道 你这个非沉重的侧膜 就是在混凝土强度 保证机构棱角 不损坏的时候方可拆除 没问题吧 但是我刚刚才讲过 这一句话得一分 可是你要给我个量化标准吧 所以混凝土强度呢 一为2.5兆帕机上 就能拆了 那么2.5兆帕以后 那么长时间 我们什么时候拆呢 难道挡到2.5兆帕就可以了吗 不行 2.5兆帕也是一分 达到这里 你是两分 侧膜拆除的条件 你讲完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同学们你看好了 两块一连 它是预运力混凝土 单箱双十箱的 是预运力的机构 所以这个侧膜还有个条件 2.5兆帕以上 还得必须保证在 运力张拉前 拆除侧膜 这样的这部分的时间点的 范围就很明确了 首先你得等 达到2.5兆帕 达到2.5兆帕以后 你也不能一直等 你要赶在张拉前把侧膜拆掉 这个时间点呢 这样才能拿满分 三分了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拆除底膜呢 有同学说我知道 小材人原文有这一段吧 自带混凝土强度 能够承受其自重贺载 即可能的叠加贺载以后 方可拆除 那么等到我强度上来了以后 它能够承受贺载了 会没那么长时间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 时间点的限制呢 还有 我们要在底膜机构 建立运力以后拆除 因为它是个运力贺载 所以我们是张拉以后 拆除底膜 但张拉以后那么长时间 我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拆除底膜呢 一直等到 混凝土机构的强度 能够抵御自重贺载 和其他可能叠加贺载以后 把底膜拆掉 所以底膜拆除 两句话两分 这些当年是五分 所以要求同学们 条件一定要写全 不要写一半 对于我们普通混凝土机构的 适用条件 这里要写 但关键运力 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条件 你把它写在一块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才能拿到完分 好 这部分的答案我们讲过了 不再赘述 接下来 再拿我们21年 意见这套案子的节选 来做对比 某公司 呈建了一座城市桥梁公司 双向式车道 上部结构的运力空心的 运力混凝土 空心板凉 然后上部编制了 空心板的相应的 专项方案如下 双刷三 空心板预制侧膜和心膜 并应该采用定型钢膜板 然后我们混凝土 交出完成以后呢 即使组织对于侧膜和心膜 进行拆除 以便最大程度呢 满足空心板的预制进度 好 当年的第五期 在问题方案三当中 空心板预制时 侧膜和心膜 拆除需要满足的条件 是吧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考点吧 那么我们去年的进行班 讲到这个考点了吗 21年这题 当然你就练习到了 压上的这题 你当然就能够达得出来 恶膜不还是我们说的 因为又看到 它是一个运力了吗 所以我们是 侧膜要在运力 张拉前 才出侧膜 可是张拉前那么长时间 啥时候猜呢 后面那句话 是18年不好 不考卷一模一样 昏凝土强度 保证结构冷脚 不准坏时方可拆除 才等到强度 2.5兆帕以上 还是三分 当阿前 不去冷掉脚 2.5兆帕以上 对吧 侧膜之三分 咱又拿到 了不起 它和我们的补考卷 不一样的是 它没有问底膜了 它问了一个心膜 那好了 心膜也是我们教材当中原文 心膜和内膜拆除条件一样 但我们昏凝土的 卡压强度 能够保证结构表面 不发生塌陷和裂缝 也就结构不破坏维度 对吧 表面不发生塌陷和裂缝 就把这个条件给它写上去 这就是这种满足的条件 调材的原文 不朝港 对吧 没问题 好 到了这 我们整个第一大章 第二节 第一幕第二条 技术部分的要点 再讲完了 下节课我们要前后结合 讲第二大章 第十六幕第二条 为啥呢 我们要讲安全措施 好 本讲内容 那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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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土